你好,歡迎收看4月14號大花蓮地方新聞,我是呂慧 地震過後,目前還有新加坡夫妻兩個人失聯 而搜救行眾第12天持續進行當中 家屬在今天上午強忍悲傷,舉辦了招魂法會 現場家屬哭著吶喊家人,希望可以把魂魄帶回家中安息 現場徐正衛到場臉香,也同感萬分不捨及悲痛 一對澳洲籍新加坡夫妻10月3號前往泰魯閣國家公園遊玩 地震發生之後失聯,影像顯示兩人坐觀光巴士 在沙克塔站下車,收住小組根據時間地點的判斷 地震發生的時候,兩人可能在沙克塔步道約1.5公里處的五間屋附近 應該處也是崩塌點 招數大隊人員聯合泰魯閣當地的一銷 還有多隻收救犬也針對失聯的新加坡夫妻可能受困了多出熱點 持續停靜搜索,不放棄任何的希望 目前仍持續進行當中 虽然許生會到場上,相同感的哀妻 慰問家屬,也請家屬保重 其願藉由法會拔劍超度,罹難尊靈 願罹難者安息,生者安心 更祈求神仙佛聖諸佛菩薩幫助接迎罹難者离苦得樂 歡迎收看本民政書處長明良貞 消防局長吳兆元 消防局特殊大隊等多位成員 也前往利息法會場面I7 記者集合紅衣,休息一下吧